我和你一样都非常关心香港人的退休保障 1999年BCT除着强积金制度成立而诞生 当时的公司由很多本地的银行组成 是一个非常突破的概念 作为扎根香港的公司 我们当时的训练是要为香港人的退休生活出一分力 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 20年间我看到尽心尽力的同事和公司一起成长 公司也和不同的持分者合作 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好的成果 作为首任的董事长我感到非常之自豪 过去20年我们已经打好稳固的基石 我深信未来的20年BCT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在NPF自从2000年一推出之后 BCT已经成为TVB一个紧密的合作伙伴 在过往的一段日子里面 我感觉BCT是一路与时并进 无论在NPF制度的改变 服务平台的改革或者投资市场的变化 各方面都很帮助我们的同事 成为他们退休策划的一个强力支援 当然BCT是不会不记得雇主的 它也令到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 已经较到雇主的责任 也都令到我今天可以很开心 还有有时间可以帮BCT拍这条片 最后我会借这个机会 感谢BCT一帮专业的团队 在过往的努力和付出 也都祝贺BCT20岁生日快乐 更加希望和BCT在往后的日子 一起提手并进 现在的社会很关注精神健康的议题 BCT早在2002年开始 就已经很关心精神复康的服务 他们很主动火牌浸上门外群 小服务处 为了这班受助人 去筹组很多他们的就业支援的配套 为了这班受助人去举办 很多的模拟电视 公司的探访 以及短期实习的机会 为了他们进入职场之前 做最好的准备 BCT有热成 有创意 有承担 他们创造社会资本的热成 相信会继续延绕下去 为香港发光发烈 多谢BCT BCT在2009年公司成立十周年的同时 创办BCT第三邻学院提倡终身学习 绝对是一个巨前瞻性的创举 公开大学 公开大学也由那时开始 和BCT结缘 一起推动终身学习 至今已经有超过五千个学员 因为得到他们的学费资助 令到他们的退休生活更加丰盛 去年他们还改名成为BCT跨约学院 将服务范围扩展到在职人士 提倡自我增值 BCT体现的可持续发展 是我们值得敬佩的企业精神 我在1999年9月当时在BCT 几多个时公司应该都只有十几人左右 但现在公司都已经有四百亿人 见到公司的发展也很快 当时我也是自己一个人 但眨眼现在女儿都不睡了 当然最开心是见到公司上上下互相扶持 得到公司的信任 都支持了我自己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发展选择 这二十年工作上有不少的挑战 但亦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给予到很大的免足感到我 只望将来就未有时间想 但我相信有一生的尝试在等着我 讲到尝试 二十年前我加入BCT 做MPF这个全新的制度 绝对是一个暂身的尝试 而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相信本地公司 都可以与国际企业平起平坐 看回今天BCT的成绩 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得到的 这二十年我们经历过很多起跌 无论沙士 经济大环境或者是MPF制度的变化 全靠有支持我们的董事局 和BCT的团队 令我们可以由开初只专注做MPF 发展到现在为其他退休金 和投资基金提供行政服务 亦令我们由金融界新丁 发展到成为退休领域的领行者 展望未来 BCT会继续实践 可持续发展 继续创新 去到更深更远的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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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